其实我们这个系列是因为这两支酒 我是正在进修WSCT Diploma L4的品酒师 那我的频道呢是拍摄一些 名酒的开箱 葡萄酒的知识 卖场超市酒 试喝心得 那如果呢你也喜欢这一类的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按下订阅键 按下小铃铛 这样我们在上新影片的时候就可以通知你咯 大家好我是宝 我们年初的时候有说要都是几支一千多块的酒 是因为喝了两款还不错的酒 就发现说 诶原来一千多块也可以喝到味道这么好的酒 所以呢才决定要来做这个一千多块早顶级酒的系列 其实我们这几个月就是每个礼拜四酒下来 搞不好嘴都变得很刁了 所以今天这两支酒你喝过了吗? 有一支喝过了 然后另外一支在同一个酒庄里面呢找不同的品项 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味道是不是也会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吧 好那我们第一支要喝的是这支 萨拉多酒庄萨拉多单一元系列 圆珠十元 这支是上次去普真酒窖买的 对他们那边真的很漂亮 还有一支很可爱的狗 那还没有看过那一集的话可以去连结看 今天我们喝的这支白酒是 萨拉多酒庄的巴拉多 萨拉多酒庄位于西班牙最靠大西洋的葡萄酒产区 名为Ria Spices 在Ria Spices最有名的葡萄品种呢 就是原生葡萄Alvarino 那萨拉多是这个区域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家族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707年 现任的酿酒师是 是当地最具指标性的酿酒师之一 很多的Alvarino会被酒庄酿成一般餐酒 但是 萨拉多却把这一个品种当做顶级的来做 我之前是喝他们家另一款Alvarino2015年份 歌园 他是一个单一员 直接把在场的另外一款 同时开了Shabali Grand Cru的名装给比下去 我都惊呆了 查查歌园的资料 居然是150岁的Alvarino老藤 也是该地区最古老的葡萄园 难怪非常厉害 因为上市藏了歌园 这次想开另外一支 换开他们的 巴拉多 葡萄园居宁呢 是60岁 酒瓶加也有给94分 那就来试试看 一千出头的94分是怎么样的吧 我觉得上次那一支比较好喝欸 哈?哈? 这一支也蛮不错的啦 但是目前的话它就是以风味来说的话 就有时尝 到像檸檬的皮 我覺得以範圍來說是蠻廣 但是整體來說香氣便沒有到很奔放 我覺得這一點是讓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是好喝的酒 我覺得還不錯 嗯 就是可能味道像妳講的就是這樣還蠻多 然後有一點點酸酸的 好像Diggan完之後的味道更出來更好喝一點 嗯 好那我們第二支要喝的是 Dome Siglas的Cavalieros 這支的話是之前我們去巡峽堂 也是另外一個酒磚買的 這支我們喝的是2015年Dome Siglas的Cavalieros 這支是他的單一員Dome Siglas位於希臘的Santorini島上 對就是那一個大家印象中希臘該長的那個樣子的島 聖托里尼其實也盛產葡萄酒 尤其是白酒是用原生品種Arcetical來釀造的 因為島上風很大 所以當地也有特殊修剪葡萄樹的方式 就是把它們修成一圈圈有點像鳥巢的形狀 並且把葡萄放在裡面 這樣葡萄樹就可以好好生長 葡萄果實也不會被摧壞啦 Dome Siglas一直是希臘最有名的白酒酒莊之一 尤其我們今天喝的單一員Cavalieros 意思是守護者或是騎士 各式樹齡超過50歲以上的中年壯樹 這一支同一個年份 我在去年的6月喝過 剛開的時候簡直驚為天人 花香檸檬皮柳橙 白柚奶油餅乾 跟鹹鹹的海風 各種香氣 層層種椎泥的味覺跟嗅覺 非常飽滿 味道非常高級又非常好喝 酒瓶跟酒雜誌 有的給94 有的甚至給到98分 V站呢是4.2 基本上這支白酒 在希臘要說2 很難有人說1啦 就知道莊主Paris Siglas的功力有多厲害了吧 來吧就讓我看看長了一歲的你 味道是不是一樣你人吧 喔~~ 哇塞 它的尾味 很精妙欸 你先 覺得酸酸的甜甜 甜是那種 不是那種死甜的那種甜 就是那種風味帶給你的甜味 不是真的甜 哇塞 你講了一個 大家要說你是高級酒麻瓜 一樣覺得Diccan過後的 好像味道更多更好喝 這一支是我一年多前 同一個年份 跟那時候比起來的 它的味道跟那時候已經不太一樣了 那時候還蠻有結構性的酒 你可以感覺到酸度在那裡 對 但是它那個時候更像香草的味道 然後呢 鹹味更明顯 可是今天它真的就是感覺好像 它那些層次並沒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還是全部都一起融在一起 以風味來說 剛剛已經講的蠻多了嘛 黃柳橙 黃檸檬皮 有一點鹹鹹的 一直很想講它有香草 但它真的沒有 就餅乾吧 餅乾香香甜甜的那種感覺 最精妙就是尾味 它的尾味真的有一種 萊姆皮的那種味道 很細緻這樣微微的這樣收起來 一股香味 然後有一點茉莉的花香 這個真的不是我們 一般可以在賣場上面 喝得到的酒 就是整個香氣的味道 的層次不是同一個level 好喝 過癮也還是一樣厲害 但我覺得它這個狀態也就不要再放 16年趕快要把它喝掉 感覺像武術大師 無招勝有招的那種感覺 好啦很棒 你覺得呢? 我剛剛不是已經講了嗎? 喔欸欸欸 結果隔天我們點了 珍珍安的日本料理便當來配酒 Oh yeah 好那我們午餐就吃完了 那今天搭配這個酒 我們也是隔天喝了 你覺得 我覺得昨天的比較好喝 對我也覺得 那今天的話呢 也都不錯喝啦 就是 但是一些可能果皮跟花香的部分 都就比較沒有 昨天我覺得剛開的那一兩個小時 就是最好喝的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按訂閱按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掰